对未能刚刚已经定义了以后的话呢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过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重力未能 那对重力未能的话呢 你刚刚已经很明白的看到 就是说我们的force 那y的方向如果是朝上的话 那你的重力的部分mg 那基本上是负的mgy的方向 所以对一个重力来讲的话 你很知道的是 我说我的重力未能是等负的 从y0g到y的宫 dot dy 那dr的话它是y方向 直接把它写成r好了 那换句话说 对这样的general form 你把它放进来就负的 那y0.y 它dot以后就是mg的dy ok 那就是u y-u y0 就等于负的mg 那 y-y0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在地表附近的部分 那假设你现在根本不是在地表附近 我说这个位置 距离这个行星 那两个是非常远的位置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时候的重力的话呢 其实是负的r平方分之gm 然后负r的方向 因为在之前我们有看到同学问说 说这个负r是什么 对m来讲 那负r的方向是这个方向fg ok 他以 以他为原型 r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这是r的方向 近向朝外 所以重力的话是负r的方向 因为它是什么 引力的部分 所以 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ur-ur-ur0 那就是负的fg r平方分之gm 那你的r方向 dr 那有没有问题 那我可以把这个 dr在r上面的component 就是dr 因为 所谓的dr的意思就是说 r 从r方向 这是原点 从r增加 一个 小 的r 那它的变化是多少 这个就是我们的dr 我们可以看到 它投影在r方向就是dr的部分 换句话说 我就可以把这个写成负的 gm r平方分之一的dr 那这个从r0到r 这也是从r0到r 所以我们一积分出来的话 是负的gm 然后这个积分是r分之负1 的r0到r 所以马上你可以看到 我们把它写出来的话就是r分之cmm 减掉r0分之cmm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这个重力卫能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r 就是我们的r 减 ur0 ok 那我们平常我们会常常是把r0的位置 我们会把r0的位置定在什么 就是在零点的位置 那你就可以看到 你把r0的位置定在零的位置的时候 那ur就变成r分之cmm 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重力卫能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重力卫能 不管你是在地球表面附近 或者是在这个啊 远离地球很远的地方的话 那你都可以把它拿来两个去啊 这个计算 那弹力卫能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再次刚刚已经有计算过了 好 那一样的 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再把它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这边好像有一点 我总觉得他少了一个负号 但是我 一下子 ok 知道哪里了 这个不对的 好 我就总觉得他少一个负号 因为我如果是set r 等于零的部分的话呢 你把它r0带进去的话 这个会变无穷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set r 等于无穷大的地方是未能零点 所以你set r 等于无穷大的地方是未能零点的话 那对某一个r 对某一个r 无穷大的位置 那它是未能零点 那r分之7也满 我还是觉得他少了一个负号 我看看哪里少了一个负号 在这里面的话你就看到了 这边你可以set y 0 等于零 那你的未能零点 你就可以跑出来了 我看一下 好像整体都少了一个负号 但是我现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找不到我哪里lose的一个负号 你r 0 set 无穷大 是ur 0是等于零 那这一项就等于零 这边有一个负号 这边有一个负号 所以我这边也少掉了 所以我觉得算出来就是怪怪的 那没问题了 负负的 这边是正 所以这边是正 所以这边是正 这边是负 这是正 ok 那没问题了 定义上面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负号 那刚刚这个负号已经加进来了 那这个负号忘掉了 负号忘记把它写进来 所以我就觉得 哪一个地方少了一个负号 但是我就找不到 好 那你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错误的话 也让你们多学了一点点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 你在set r 等于 以某一点是未能零点的时候 要回归来看一下 我刚刚说我set r 等于零的时候 是未能零点 显然是错的 原因是r 如果等于零的时候 这一下会变成什么 无穷大 换句话说 当我set r 等于零 是未能零点 这件事情是什么 是不好的 取的未能零点 ok 那也就是说 你要取一个 如果假设你要取一个未能零点 你要一个合理的未能零点 所以换句话说 你现在看到r 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那r 0是等于零 这件事情就合理了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在这个条件底下 那 ur 我说是等于 负的r 分之零 这是没问题的 好 那同样的地方 在这里 如果我set r 0 是无穷大是未能零点的话 那我也不合理 就是 mg 无穷大 就是未能零点是不合理 我要set y 0 等于零 那它是未能零点 ok 所以 你现在 如果我set r 0 等于零 是未能零点的话 那 uy 就可以写成mgy 好 所以这是 这是两个重力 重力 那同样都是重力未能 但是你的未能零点 就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情况 好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未能了 那从未能跟利的关系 那从未能跟利的关系 我已经知道 我已经知道 我已经从知道说 我知道利 我可以去求 我的未能 那反过来 假设我知道 我的未能 我可不可以求利 比如说 我有一个未能 我已经知道 我可不可以从这个未能 去求我的利 那基本上面 那基本上面 这个是没有什么 这个 这个 技巧的 它其实 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已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一个概念 就是说 X Y Z 你从A点 到B点 然后B点 那我们刚刚说 这对这两点之间 你要从A到B 那我可以说 我先走 XY固定 你路上 这个是YZ 它是Constant OK 那走过来以后 那我在 XZ 是Constant 走到这个位置 X跟Z 它是Constant 然后再走到这个位置 这个是XY 是Constant 那 我说我可以这样子 来做积分 的部分 那同样的 我们刚刚在讲未能的时候 其实就是 未能 其实就是 富的工 对不对 那刚刚我们也讲了 从A点到B点 它是一个保守立场 既然是保守立场 我从 第一个路径 跟第二个路径 就没有什么差别 换句话说 我们刚刚在整个计算过程当中 第一件事情 我们说 R-U-R0 它是等于 R-R-f F.DR 这件事情 我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部分来做 第一个就是这一段 第二个就是这一段 第三个就是这一段 第一个部分就是 f.dx而已 因为它是 我把它向小 我本来f是 f是xyz的函数 但是在这一段里面 y跟z是constant 它是xyz 但是y跟z 它是constant 你要记住一件事 在这一段里面 然后x是从某一个a点到你的xyz 到xb 这一点是xb 有没有问题 yaz 这是第一段 再来呢 在这一点上面 开始你在走这一段的时候 然后你已经把yz是constant这件事情 换成是xz是constant 然后y再变化 所以你变底y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在第三段 就是y a到y b 到第三段 这一点是从xb一直到y b到z b 然后到第三段 然后到第三段 是从z a到z b f x y z 然后xy是constant d z 其实上你是在做这三段的积分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或者你直接把这里带进来 这就是负的 第一段是y z是constant y z是多少 就是y a z a 这里 这个意思是什么 把它当成是定值了 然后x a到x b 再加上y a到y b 然后 然后x是x b 然后y z a 底y 再加上f的x b y b z 底z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一下 这一项 f dot dx f dot dx dr dr dr的话 f在dx方向 是不是这个就是fx 因为它是x的component 因为它是x的component f我可以把它写成fx i 加上f y z 加上f z k 对不对 那这一项呢 那这一项呢 是不是就是我的f y 而这一项就是我的f z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实际上 如果我把这个拆下来 用数学 其实 在这边 可以直接把它写成fx i 加f y z 加上f z k 然后dot dx 然后dot dx dx加掉f y的d y 再减掉f z的d g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吧 好 那既然没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那我可以 把f x的部分 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我f x的部分 就代表y跟z 我把它视为定值 的时候 那我对 他来做微分的负号 好 所以 我现在看到的是f x 就等于是 我把 u r 减 u r0 然后 对 data x 然后limit data x 是趋近于0 在什么条件底下 y跟z都是constant的条件 好 没有问题 同样的f y 我就是在 data y 趋近于0 data y u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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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ok 在 x跟 z 把它视为定值 那 f y f y f z 在 z d 取很小的区间里面 r u r 减 u r 0 那 z y 它视为定值 这就是 我们说 f x 是等于 f x 我写 g 好了 那 g x 是不是 就等于 d f x d x 一样的 一样的 只是你现在 是 三个方向 个别的方向的东西 我已经告诉你 在这个 就是 在yz等于constant的时候 所算出来的结果 那这是 xz 等于constant 算出来 这是 xy等于constant 算出来 没有 那就表示 就是 在数学上面 我们刚刚讲的 f x 是等于gx d x 这是一维的 那 g x 就等于d f x d x 这是全为分 在数学上呢 因为你现在是xyz的函数 你只对x为分 所以我们叫做偏为分 所以我们叫做偏为分 我们把它写成 u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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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s 那过着我就直接把它写成 xyz 它是在对x为分 yz两个是当成变数 当成是定值 这样了解吗 同样的 在这里 你是在对y为分 xz当成是定值 那就对y为分 这边呢 是对z为分 ok 这样了解吗 这个叫偏为分 所以如果举个例子 我说 uxyz 它是等于3xy 加xz 好了 那 它对x 偏为分 就相当于你把y跟z 当成定值 那这边就是等于3y是定值 然后对x平方为分 就变成2x 然后这边z是定值 然后对x为分 是1 那 对y为分的意思呢 今天几号 23号 23号同学是哪一位 对y为分 对y为分 是等于多少 对y为分 就要把 x跟z 平方 对y为分 都要是等于 对y为分 3x平方 对y为分 24号 对y为分 是等于 3x平方 这样了解了吗 偏微分的意思就是这样 其他两个变数把它当成是定次 所以现在你看到了 你现在的这个偏微分 换句话说你的force 你的force 现在是i方向的fx 加j方向的fy 加k方向的fz 也就等于i的 rongu rongx 加 j rongu rongy 加上k的 ron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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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数学上面 我们把这个符号 加这个符号 加这个符号 就把它写成gradient u 这是大三角形 它不是写环的 它就是一个算符 它叫做t度 ok t度的意思就是在 求什么 求协力的意思 只是你的协力是一座高山 你去求t度 ok 就是在求你的乖点 这样了解 好 我们就常常 这是一个向量 所以我们平常我们这个向量不会写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向量 那在课本上面会用粗体的来表示 那在写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直接把规点写出来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向量的算符 它是一个operator 还是一个算符 ok 所以你现在你知道说 你从力 我可以求出为能 如果我已经知道为能 我就可以求力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很简单的 我们 我们说 刚刚我们说重力 ok 那它的位能是 mgy 所以你的force 就等于负的mg 这边有一个负号 我见这边有一个负号 我好像漏掉了 因为这边有一个负号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负的 负的gradient u 那你看到了 就是等于对y为分 负的对y为分 那就是mg 这一方向 那就马上算出来了 那一样的 我说 2分之1kx平方 弹力未能 f就等于负的gradient u 那f呢 就等于负的 对x为分 kx f方向 就出来了 ok